大家好 欢迎收看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联播 我是白帆 我是唐奇威 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公司谷歌在其官方博客上发布了题为 对待中国的新方式的强硬声明 表示在中国受到来自官方的电子邮件入侵 并宣布将就不再进行信息系统的审查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新宇的采访报道 谷歌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 近日的袭击和这些袭击所暴露的监视行为 以及过去一年里进一步限制网上自由言论的做法使我们做出结论 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在中国业务的可行性 我们决定不再自愿删减Google.cn的搜索结果 未来几个星期会和中国政府讨论在法律范围内 以何种基础来经营一个未经过滤的搜索引擎 谷歌并说 他们十分清楚这可能意味着不得不关闭Google.cn 还可能撤出在中国的办公室 在2007年 曾写公开信给谷歌的前哈佛大学伯克曼中心获联网研究专家 埃塞毛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我觉得这个对中国政府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国际挑战 来自的不仅仅是一家商业公司 而且这个会变成一个国际范例 也就是中国政府如何对待国外企业在中国运作的它的独立性 还有就是真正的履行它在国际公约方面的各个准则 中国人权在星期三发表声明表示 谷歌事件对国际社会是一个严重的警示 在中国进行商业活动存在着真正的风险 特别是那些从事信息交换的外国企业 而他们对保护言论自由和个人隐私至关重要 这次谷歌发布的有关中国信息审查的声明 在全球掀起了热议 但是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 却被下令不能有任何报道 中国的网民们则用更多的方式来表达对谷歌的支持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新语带来的后续报道 网民郭宝峰星期四告诉本台记者 Google推出在反省 到底要不要继续跟中国政府去配合 去压制中国网民 我希望能够起到一定的带头作用 那么就是很多国际大网民都能够就是反抗这种审查制度 我是对这个Google的立场是表示非常非常的支持 从星期三清晨开始 不少网络用户纷纷纷到中国总部 位于北京中关村 新华科技园的谷歌大厦 前往关注事态进展 星期四到谷歌大厦献花的北京网友陈先生向本台表示 支持他退出 非常支持 咱们中国有句话叫 宁额欲水不为瓦全 其次呢 这个退出法也是人家的两百句声 还有一句话叫 Google退出中国 中国退出全世界 但是我支持他退出 中国各个网站都在删除任何有关谷歌退出中国 或者网友支持的内容 美国白宫发言人吉布斯回应 谷歌考虑停止在中国的业务时说 奥巴马总统支持在中国的互联网有自由权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赞扬谷歌的做法 呼吁其他高技术公司抗拒北京当局的网上审查 互联网入门网站雅虎也表示支持谷歌的做法 在台湾 陆委会也就谷歌一事做出回应 因为中国大陆对待新闻和资讯传播的处理 还有努力的空间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胡汉强的采访报道 对谷歌在星期三高调宣称 由于中国人权活动分子的机妙信箱账户遭到录侵 他们考虑退出中国大陆市场 台湾部分新闻网站也长期遭受到封锁的问题 刘德逊回应表示 两岸之间的新闻交流虽然有相当的成长跟进展 这样的新闻交流代表对新闻自由跟人民对资讯了解的尊重 在两岸新闻交流的过程当中 希望对岸对新闻自由的尊重能够使得两岸新闻交流能够得到实质上的成长跟交流的意义 刘德逊认为中国大陆面对整个新闻跟资讯的传播有努力的空间 中国大陆应该感受到世界各国在这个基础上将会给中国大陆更多的压力 他呼吁中国大陆应该思考如何面对跟处理 释放刘晓波的议案 1月13号星期三在香港立法会会议上审议 由于在分组点票中不够半数支持没有能通过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晓的采访报道 黄玉明议员用普通话发言说 我们一方面要向刘晓波 谭卓仁 胡佳等依人道义 此生不育的人人之士是以最崇高的敬意 我们也要为刘晓波等人道义相挺 没有失掉良心的香港中国人 坚持道德勇气的行为表示敬意 为了回应内地同胞的希望 我们身处相对自由的国度 要求释放刘晓波其依重因言活罪的政治意见者 就是向世界宣示 香港是中国走向清明政治的最后希望 而梁国雄议员朗读了1945年解放日报中共做出的承诺 同时在会场撕毁了北京法院对刘晓波的判决书附件 习间港区人大代表何忠泰 明建联 叶国谦 共能团体的林大辉等几位议员 以一国两制香港不应干涉中国司法问题 公开呼吁不得其法 国家经济起飞 不应破坏香港与中央政府关系等为由反对这条议案 由于未能于分组点票中分别以过半数赞成 主席宣布议案被否决 浙江省温州市永家县欧北镇谬北村 星期三发生强征农田事件 当局出动大批公检法人员 打伤试图阻止的部分村民 多人重伤送院 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 研修的采访报道 星期三本台记者电话采访了村民 妙城标 他们出动了多少人呢 那他们来是干什么呢 据村民透露 妙外村全村一百七十多户 七百多人 现在只剩下两百多亩土地了 原有耕地面积三百多亩 几年前已经被当地政府 打着修高速公路的名义 强行占据部分土地 本周一 政府突然通知村民 要征用剩下的两百多亩土地 村民曾极力反对 因为失去这些土地 村民将来的生活将无以为继 另一位村民妙先生 星期三对本台说 他就是不管你农民之后 就是把钱放修 农民是最苦的就是温度的农民 中国官方的行业协会 近期出台了一个图书公平交易规则 限制网络书店 使用低价的策略 让利给消费者 这一举动引起了业内华人 同时引发了网民的抗议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 新语的采访报道 中国图书出版发行领域的三个行业协会 包括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 在1月11号出台了图书公平交易规则 其中要求出版一年以内的新书 不得打折销售 即便是网上书店卖的新书 也不得低于八五折 独立中文笔会成员 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孟浪 对此表示 中国在推行市场经济 这个由市场来决定 所以它硬性的指定一个 所谓的不能低于八五折也好 这样一个是完全不符合市场经济的 这个规律的 香港时事评论员李国成认为 政府经营的企业 正在试图与民营企业争抢生意 他们手中拥有一个无人 能够比拟的武器 就是制定游戏规则 李国成说 一个控制的手段之一 政府上有大量的资源 人力 物力 财力 土地 所以它可以卖得贵一点都没有关系 所以它讲不能够打折 要控制在一定销售数量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谢谢收看 我是白帆 我是唐祺威 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